横弟弟,吵醒你了,没有什么事,你快睡吧 小玲,你们对我很好,我想知道是什么事情,我能感觉到你有些难过,我想帮帮你 苏小玲在床边坐了下来,或许是心里太压抑了,她向周恒诉说了心事,她的声音小小的 也很安静,熟睡的大哥呼吸浅浅,倾听的周恒也安安静静的 苏三郎带着苏小玲赶到陈虎家的时候,陈虎的大哥二哥两家都安安静静的睡着 只有陈虎一家住的屋子被昏暗的光线照亮,不停的传出隐隐的哭声 苏三郎心里不好受,偏偏这时候,正屋还传来沉默嫌弃的骂声 哎呀,哭哭哭,有什么好哭的,这阎芳要他命,谁能拦得住 哪个女人不过这一关,果不缺,都是一个死子 死的死了,活的,难道不活了不成,又不是过不下去了 哭哭,犯死了,再哭,老娘起来把你们两个贱蹄子嘴巴撕了 现在因为他们的哭声睡不好觉,自然不会给好脾气 陈虎吼了几声,陈大妞和陈二妞的哭声就小了许多 但还是轻轻地抽气着 他们的亲生母亲命寻一现,他们不可能不哭 虎子兄弟,开开门 陈虎抹了一把泪水,起身去开了门 还不等他开口说话,就见苏三郎后背滑下一个小身影,朝着床边去了 陈虎有些不懂,愣了愣沙哑的嗓子开口 三哥,这 虎子,我家四妹拜了吴大夫跟他学医 所以我带他来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三哥,谢谢了 苏小璐到了床边,伸手就开始给前世诊脉 他非常专注 陈大妞和陈二妞都止住了哭泣,生怕打扰了苏小璐 苏小璐松开前世的手,转身对着陈虎道 虎子叔叔,我能治,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陈虎原本是没有抱希望的,毕竟苏小璐才这么大点 听到苏小璐的请求,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些愣神 苏三郎先反应过来 四妹,哪需要帮忙 爹,这忙你帮不了,得虎子叔叔才可以 陈虎已经回过神来,大步地走到床边问苏小璐 四妹,哪里需要帮忙 虎子叔叔,还请你帮忙把婶婶的衣服脱下 我来为她风筝止血 爹,你帮忙去熬药吧 好,我去熬药 三叔叔,我帮你烧火 陈大妞擦着眼泪,忍着泪水下床来 好,大妞妞,你来帮忙 陈二妞也想去,不过她怀里抱着孩子 阿妞,你照顾好弟弟 陈二妞含泪点头 苏三郎带着陈大妞出门 直去厨房准备熬药 苏小璐拿出人参,用小刀切片 捏开前世的嘴,塞了进去 苏小璐打开针带,随手取了一根银针 伸手在前世胸口按了按,就扎了进去 一根,两根,三根 陈虎亲眼看着,数着 扎了85根银针 苏小璐才停下来 这些针,从前世胸口到四肢都有 看得人心惊胆战 苏小璐扎好了针,松了口气 抬手,用袖子擦了擦汗水 他又抓起前世的手,给他再次诊脉 这个过程,谁也不敢打扰,都安安静静的 接下来,就是该缝针了 富人生产,玉男产多半会撕裂 不缝针,多是要带病一辈子 他的伤口,不缝,根本止不住血 苏小璐正在犹豫怎么告诉陈虎的时候 赵氏的敲门声细细地响起 屋外传来赵氏温和的声音 虎子兄弟,可以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陈虎正想说不要,苏小璐就先开口了 虎子叔叔,你出去吧 接下来我让我娘来帮我就好了 还请你去帮我准备一些热水和烈酒来 我让你去帮我